整个外观还是挺古朴的 希望这些人们安息吧 它的仓库是正对着 大家看正对着那个烟囱的 那台黑色的车是一台零车 这是火葬场的正门 对面就是一片墓地 这是烟囱的背面 站着两个脑外口罩也不戴 就在那个烟囱下 很大的噪音这里 前面这栋房子也离那个烟囱很近 大家看一下